老年集团万寿古集团队电影的大力支持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部好电影的诞生 除了我们台前幕后的主创的付出 还有我们出品方制片方各部门的支持 所以接下来今天他们又来到现场 接下来情绪我隆重的介绍一下他们 他们分别是出品公司北京 森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制片人王愿飞 欢迎 德工影业股费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继峰 欢迎 VHQ Media北京威驰克国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华 一时影业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编剧吴小五 欢迎 北京千里飞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岩 拉萨市政协副主席朱梅萍 欢迎 导演张成 欢迎 还有我们联合出品公司定军山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卓锡 欢迎 还有我们浙江普照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童国强 欢迎 明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嘉英再次用热热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好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讲述了四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带着各自的想法踏上了一段充满未知好奇的挑战之旅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会遇到什么样的惊险 一会呢我们的几位主创会来到现场一一来跟大家聊一下 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电影的各位主创 我们欢迎导演张成 我们的主演牛俊风 白举刚 吴景岩 赵建磊 还有我们的演员李志勇 艾娜 华文 王妍妍 欢迎各位 来 来 教练 欢迎我们的导演张成 还有我们的几位年轻的演员 来 这样大家已经等候多时 我们跟现场的媒体老师 我们的嘉宾朋友先一次打个招呼吧 要不然从导演这边开始 寻演 寻演 不好意思寻演 没关系 大家好 我是张成 是这部系的导演 谢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电影 好 欢迎导演 来 我们的巨峰 来 哦 景岩 欢迎景岩 来 往这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牛俊风 大家还没有看过演 还没有 这是我们首映的媒体场 对 还没有看 对 我在戏里面演的是陈骁 陈骁 来 小白 景岩还没说 他先 好了 我的 你是优先 那正就一点 我是吴景岩 在电影里面演的是一个跳伞笑变 雪奇 好 我们欢迎雪奇 景岩 来 下一位小白 好的 大家好 哎呦 声音很大 然后 然后我叫白 我叫白举干 然后我的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学霸叫熊波 好 谢谢 欢迎小白 大家好 我是开心我李硕的扮演者 我是赵建雷 欢迎建雷 来我们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艾娜 在这部戏实演的是凯罗琳 是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和泰浪的女孩 是的 好 我们欢迎艾娜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华文 然后在这部戏中饰演的是珊珊 是一个比较高等的女生吧 嗯 好 欢迎 我们下一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妍妍 我在戏里饰演的是妮妮 一个 嗯 珊珊的闺蜜 是一个想要 一个很重 还蛮重要的人 大家看了 看了电影就知道了 是 先有个悬念 对 来我们下一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志勇 我在这部戏当中 我饰演社会人 宋明 谢谢 好 社会人 我们的几位 几位主创已经一次的跟大家简单的打过招呼 介绍了一下他们这次戏里头的角色 呃 其实我想在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看过我们的一些物料 或者是预告 呃 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喜剧公路电影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导演 呃 当时为什么 其实这种题材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并不多见 所以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拍这样的一个戏 初衷是什么 其实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 所以就是因为有意思然后就 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理由对不对 对啊有意思就去做嘛 是所以其实因为这次拍摄的话好像还蛮演员们还蛮苦的听说 对对他们 是非常苦因为是缓季节拍摄了 嗯 所以他们要在冬天里面要演出夏天的感觉 嗯 所以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大的账战 是 折腾了我们的这些演员 对对对 还好他们都很年轻 年轻值得折腾 所以他们在拍完之后您觉得有达到您想要的那个预期吗 超出预期 超出预期 哇 非常好 非常好 导演的评价很高耶 呃问一下这个里头的 骏俊风 呃这次是叫陈霄对不对 对对对 你是第一次演这样的一个喜剧公务题材的戏吗 呃对 是所以呃这次拍摄有没有觉得很辛苦 还好还好 还好 导演说的是有意思 嗯 有意思 所以其实辛苦都觉得OK 对对对 其实辛苦呢 就是刚才导演说了反季节拍摄 嗯 然后对大自然的抵抗啊 对抗大自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 其他都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是 在导演的带领下来 所以其实像比如说因为去了很多像高原雪山什么的 这些外部环境对你来讲也还OK 对不对 嗯 就是冷 有影响到拍摄吗 就是这些条件 那不能影响拍摄 嗯 这就不管出现什么状况下刀子也得开心 您是不是导演 哈哈哈哈 哎我们这些演员现在就是那么官方 哈哈哈哈 不是对了 对了 哈哈哈哈 商量好的来着 呃小白这次在里头好像是演的一个学霸对不对 嗯对 学霸 你你本身算一个学霸吗 我觉得我 我不知道反正我读书都做最后一篇 哈哈哈哈 所以这次在戏里头过了一个学霸 可是好像你之前也有演过一些这种类似学霸的角色 有吗 自己 在那个安东尼里里面 哦 哎呀安东尼那个他就学长他没有说学霸 是所以这次这个熊波角色跟之前的这种类型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呃他有一点是比较贴合我自己的就自己认准的事想做的事他就坚持去做是然后哪怕做不好哪怕做出来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在不知道结果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去做他就这样的人对这是你跟这个熊波的角色的一个契合之处对对对没错是而且这次听说小的还创作了一个主题曲是吗哦对对对对这有歌对是叫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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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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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创作了这首歌 是因为在拍摄的时候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吧 我觉得我们拍到了 我觉得最美的地方 就是拉萨那边洋湖那边 然后布达拉宫啊洋湖啊各种 然后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想到就是我们几个兄弟 站在那个湖旁边 吹着含风 然后说着再见 没有画面感觉 对 说再见 不说再见好吗 说是再见 然后不说再见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 然后就 老子弟就是这个画面 然后就把这首歌写完了 所以你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写的 回去写 我都说回想到那个场景 回想到那些场景 然后写 对对对 多长时间写这首歌 多长时间啊 我看一下 一个晚上 这么快啊 因为小白经常 他自己朋友圈就分享很多 他的创作 对 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在支持我们这个电影的同学 多支持小白的音乐 好的谢谢 好 刚刚白 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景言 因为景言这次在里头演的是一个跳伞女教练很酷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景言本身你对这些极限运动是感兴趣的吗 我很好奇 就去尝试做那个 是 所以因为可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对这些好像有一点害怕之类的对你还好吗 所以就是跟四个 啥一种 因为兄弟们玩得也会很好 就是性格里面会有比较喜欢任何他在里面 兄弟们都把自己归纳成自己的哥们了是吧 是 所以其实这几位都是第一次合作吗 呃 对 对第一次合作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也展主了很多不同的场景 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这部戏的风景 它会让我变得好看 刚刚我去的时候 时间到了云川的沙漠 沙漠 然后我第一天进去 就是一个无人区的一条笔直的公路 周边全是边境的那种风景 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虽然可能有些外部环境的坚固 但是看到那些美景还是会烟消灭散 对最主要就是这部电影拍摄都很好玩 是这是我们几年的感受 接下来问一下正在聊天的赵建磊 这次李东环是年纪最少的一个演员是不是 哎呀是 也看出来了蛮活跃的 你看出来了吗 真的吗 他在后台就一直就不停的在那儿 就是特别吵啊 就是在后面 哦 你觉得我吵是吧 好吧 嗯 但是我们建长喜欢你的这种吵 然后年纪最小的一个剧组的演员 然后这些里头的哥哥姐姐们有没有特别的照顾你 不是吗 各位老师对我非常的照顾 是不是白老师 白老师 他们可能就是各个姐姐们的这个经验确实是比我多了一点 在剧组对我特别的照顾 然后嗯而且我们相处的非常的好 然后在片场啊包括在拍戏啊都非常的合得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拍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份位我很喜欢 是在拍摄过程比如说他们印象让你最深刻的怎么帮过你了吗 嗯 帮助他 帮助他暖和 哈哈哈哈 怎么这样 小白一直在分空的打我啊 真的是 哈哈哈 嗯 他们就会比如说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大家就给我讲一下包括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演员嘛 然后呢哥哥姐姐们呢就会给我很多的照顾包括一些演戏的一些方法啊对待的一些东西 哎呀妈呀就能不能给我点台下真的是 所以其实拍摄的过程中有大家的这个相互的照顾这种苦也不算什么对你们来讲 对对的剧组分为非常好 是这是刚才我们这个建雷的感受那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 哎那因为好像她是呃乌克兰人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是好像你的那个中文说的还蛮溜的 嗯对因为在中国代的时间比较长 哦 原来是中国传媒大学 哦你在北京上学 对在北京上的中国传媒大学 是所以其实这是你第一次拍摄这个中国的喜剧类型的电影 嗯 嗯其实说的这种显代的戏剧是第一次但是呃前面又拍过护壮的戏剧 对不对哎这次在里头的角色是叫珊珊对不对 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呃这次拍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他这个人物可能是所有一众好人当中的一个坏人呃是吗嗯对他是成潇的前女友呃呃就是是一个可能会招人恨的角色所以有感情线呃有所以但是影片拍出来就请各位粉丝们不要撕我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对 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家不要骂你对不对 我们这个期待你在里头的这个角色 然后还有这个王妍妍对不对 来跟大家介绍这次角色 让你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嗯 其实这部戏对我来说我觉得收获特别大 因为首先认识了各位的主创 对 我们这个小团体 俊风因为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没有想到会再次遇见 有对手戏吗 这次里头 有 这个表情有点眼外之眼 没有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说走就走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 但是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 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很洒脱很有勇气 就真的说走就走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然后我们的电影就真的也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对 是 是 是 所以也是让觉得大家很满意的一个部分 来 我最后问一下志勇呢 这次的角色 然后让你拍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其实我能来到这个剧组 我特别感激 感激这个团队给我这次机会 然后又能在剧组认识大家这么多优秀啊 可爱的小伙伴 谢谢 然后其次呢 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对沙漠特别有一种笑容 觉得沙漠特别神秘 然后这一次通过拍摄的这个机会 又能去沙漠去看一看走一走 也算是完成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 是 我感觉刚才几位演员都好像在想获奖感言似的 来感谢我们的导演 感谢剧组 我相信刚才从大家的这个分享拍摄的一些故事 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这个剧组的爱 不管这个困难怎样 但其实都是有非常非常有收获的 我们谢谢刚才我们几位演员的分享 再次把唱片送给他们 然后我们谢谢导演 然后我们还有四位演员在台下稍微休息 我们留下四小分队的主演在台上 我们再聊一下好不好 来 我们的景言 俊峰还有小白 剑雷 我们在台上一会儿还有一个互动的部分 我们谢谢 那刚才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拍摄的一些趣事跟故事 为了更清楚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在戏里头的这些人物的关系跟脉络 我们准备了一个人物关系的签名版 然后呢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拿一下我们的道具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签名版 看一下分别是什么 这个代表着这四个不同的标签 是代表他们在戏里头不同的角色的个性 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每个人的标签是什么 哎 热血社长俊峰的 这个 景言的是极限女神 小白的 你看卖个悬念是不是 没有用悬念 看出来了 粉色出眼 下一个是开心果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标签的含义是什么 景言开始还是 景言开始 景言开始 社长开始吧 开心果开始吧 开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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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心果 开心果 我们是不是就得这样到结束 是不是 不是按台本样的 好 那我开始吧 好 景峰开始 社长呢 是因为我是这个旅行社 什么旅行社 登山社 登山社的社长 也是这个事的发起者 也是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带领他们进入困境的那个人 所以这是热血社长你在里头带领着大家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景言的这个角色呢 对 然后听 景峰说完了 队长说完了以后 我就是他们就是 队伍在沙漠中遇到了他们 哦 是你遇到了他们 相遇了 然后也是互相帮助我 我救了他们 他们帮助了我 做了一种情 是 景言其实因为 算是这个团队里唯一的女性女生 然后极限女神这个称号听起来很酷 可是给你给人这种感觉 好像反差还挺大的 你在里头怎么耍酷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的一个酷的极限就是什么 就从定妆开始 我想要那个发型 嗯 从发型开始就 对对对 发型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是会不会比较喜欢 帅领这个那酷的这种观点 就从酷的角色表现出来 哦 今天这个没有海报 但是大家其实应该能够看到 这里头那个造型 对对对 情造型就蛮酷的 蛮酷的 这是你想要实现那种 很酷的一种生活状态 然后他做的事也是那种 喜欢去登山 但是挑战 其实极限 或极限运动的人 我觉得不管男女啊 他都是对这个人气 是有一种 尽量的 是 向往尽量 对 向往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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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向往尽量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他们 因为他们身上这种正义 真诚的东西 打不动 是 而且好像遇到状况的话 就他们也会带着去救你一些医疗啊 什么医疗用品 然后带着还有药品 是 帮助你 是 帮助你 所以大家从此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种关系 对对 刚才俊峰讲的是这个热血的社长 其实好像听说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重篇 但是好像说你这个社长 还挺用现在话讲 就是说登山也不靠谱 感情也不靠谱 说起来好像挺丧的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你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社长 大家还愿意跟随你们 因为我不靠谱啊 不靠谱 所以大家跟随你说 其实啊 他就是看着不靠谱 到了关键时刻 他绝对靠谱 他绝对是那个不靠谱 到了关键时刻 他绝对是站出来的那个 是 对 表面上是放荡不羁的 其实心里是非常重情义的 是 重心理情义 好 包括是 重自己前女友的情义 是 所以其实这些感情线 刚才大家埋的这些悬念 一会儿呢 我们这个手里结束之后 大家就能够看到 刚才我们提的这些故事线 好 我们接下来小白来解释一下你的 好的 标签 戴萌学霸 但是 他在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不太被人认可的那种 学霸类型 然后 就是 他要做什么呢 他都坚持去做 好 大家觉得他学霸就相信他去做 结果一做呢 一不小心车炸了 一不小心回不来了 一不小心游错了 就 就他做什么呢 状况不断 对 状况不断 然后 好不容易考上个比较厉害的学校吧 然后被这帮哥们给坑了 然后 所以你才是最丧的那个人吧 对 对 就 挺倒霉的 一路都在倒霉 所以其实这个是刚才讲 除了感情性 还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兄弟情 熊波这个角色在里头 你觉得这趟旅行给他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熊波的话他之前是最多的 他觉得更多的就是学习和他自己热爱的方面 经过这场旅行 他虽然前面感觉大家很不靠谱 感觉自己也比较不靠谱 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关键时刻 所有的人还是 团结在一起 然后一起经历磨难 一起克服困难 最后一起登上雪山 然后最后一起 一起去克服完成这些任务 好 不错不错不错 小白真的是现场真实的展示了什么叫呆萌 呆萌学吧 还有我们最后一位开心果怎么解释 嗯 我在片中其实是一个 因为他是老大嘛 我其实是那个 跟班 对 二货小跟班那种感觉 已经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什么 看出了你是开心果了 好 其实然后在这个戏里呢 其实是充当一个 兄弟年和季的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其实我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也有在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 嗯 我觉得哥几个 每一个人行动线都非常的明确 那么对于李硕来说 他的行动线 他的动机在哪呢 后来导演给我的解释 他就是说 他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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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我就是说 李硕的行动线 其实就是 他渴望兄弟的情谊 他渴望兄弟的这种 对他的认可 嗯 那么我就带着这个最高性能 把这个戏演完呢 所以特别感谢导演 对啊 所以做了大哥的小跟班 有想不取而代之的想法吗 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 因为他是一个在严父教育下的 这么一个孩子 特别希望能通过 他特别希望能自己做决定 但是到最后他真的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是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的几位的人物关系线 我想应该大家听完之后会更加的清晰 刚才也说了拍完这个电影 可能就是 虽然这次是在工作当中去旅行 所以我想问一下几位 如果真的拍完之后 哎 有没有想过 时间与血条 现在再走一下这个这个这个路线 景言你会吗 当时 嗯 我只去了 泥川河 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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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一听拉萨的戏份 就是说 你今天你不用去拉萨了 好失落 就是为什么不让你去 而且看到他刚到拉萨拍了各种好看的照片 是 非常羡慕 很想再走走一趟 其实这个电影拍摄的整个经历 我觉得就像个字 很真实的旅行 嗯 所以其实刚好有了这样的一种小小的遗憾 所以接下来可能才会更容易去走的冲动 对不对 也希望大家因为我们这些电影是9月14号正式登陆院线到时候呢 希望大家看过之后 哎 说不定还是有这种想要去旅行的冲动 这是我们带给大家的一种轻松和快乐的氛围 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好接下来呢我们 几位一起拿着这个来拍一张 呃 照片我们大家可以往中间 靠一点 我们一起拿着 跟大家一起拍吧 哎 先你们自己拍就好了 哦 先自己拍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们出援手多了不好意思 对 往中间一点往中间靠一点 看一下这个同框的合影 看一下前方 看这边 右边 好 这边吧 对 这里 好 谢谢 那刚才其实大家也讲了一下这个角色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收一下我们的KD版 讲了一下这几个角色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的时间 可以收一下 我们可以交给现场的各位媒体老师 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 可以举手示意来关于我们这个电影 这个角色 来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媒体老师有什么想问的可以举手示意 媒体老师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而且我们今天现场 其实他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我们的 我的话筒听不见 现在呢 声音根本就不能用坏 我们的一位特别 怎么样 有问题是吗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可以 好 今天来了一位特别的来宾 我们欢愿影视的创始 我们著名的制作人编剧 余正老师也在现场 对不对 在哪里 余正老师在 在这里 余正老师有什么想说的话 对我们的这个电影 看到了 最佳艺人 对 我觉得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带着梦想的东西 然后我特别愿意看到那么多年轻的新人出现在电影里 我觉得电影票房最终怎么样其实不太重要 但是你们一起完成了一个梦想 这就本身就很伟大 非常开心 能来呈将你们这个手印里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加油 都是新生蛋 力量 好 谢谢 谢谢余正老师来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看一下现场的美剧老师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我们尽量能够提跟这部电影相关的问题好吗 有没有更多跟这个电影相关的问题 好 这边也有 我们可以定向话筒 那刚才那位老师还有跟电影有关的问题吗 那就是这部戏因为电视区刚播完 就是这部戏就上了 会不会觉得 觉得这个戏的热度能盖过之前的演习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 首先就是 因为去年拍完联系攻略 我是直接是无缘连接到了我们的电影拍摄现场 他们其实已经拍了大概一个多月一半的时间了 我就是进入到他们的会议里面去适应这个 他们的剧组的拍摄的范围去感受 就是崩弄喜剧电影该怎么表演 跟大家打成一片 对 然后今年刚好也是联系公主播完 这个电影相关 我觉得这个缘分 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对于演员来说 他会不会担心关注呢 觉得这个穿越 因为之前都是在宫里的那种形象 然后到这里面是一个那种测线的那种教练 就是角色上反正还是比较大的 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角色 就是这位演员就想让大家看着角色看到我的不同的多美性 好 谢谢这位老师 还有其他老师有什么不问题吗 我们尽量的跟我们的今天的电影 或者是我们的几位主演 还有其他老师可以举手试一下工作人员小号筒 这边也有一位对不对 好 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小白 就是你觉得生活中你也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性格吗 还有就是拍这部电影对你来说 最大的收获跟挑战是什么的 我在生活当中 反正就是我的性格就是想要什么就去做了 然后就在电影里面一样 熊波他是自己认定的事情认定了就去做了 然后我的性格也是这样 对 刚才说那什么 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大的收获跟挑战 您觉得是什么呢 收获的话我觉得就是 我们拍这部戏结下的友谊和缘分 然后我觉得挑战对吧 我觉得挑战的话 其实就是跟大自然的对抗 其实对抗不了了 对 但是去反激节的感受大自然 这个算是您的衣品手救吗 不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这位明天老师 还有是有问题的可以试一下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第一箱话筒 这边是有什么意思呢 那边上去就能看到 这边也有很多租车 这边是有很多租车 那边是有多少租车 那边在这里呢 还有十一国庆假期了嘛 那三位演员以及开心果朋友 那个有没有自己心中 比较想对大家推荐的旅行的地点 以及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地点 谢谢 大家都是主演 对了 开心果是我们最重要的年和季 真的是我的妈呀 我觉得冬秋跟十一 大家可以去稍微支持一下电影 然后呢从中我们是从北京到银川 到内蒙古到银川 到西藏 对其实这一条路线就很好 我觉得大家不妨 如果有这个时间呢 可以拍着车来一趟这样的旅行 对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趟旅行的时间刚好又是我们拍戏的那种时间 对 咱们不是 咱们比这个时间要晚一点 但是十一过后 刚刚好 对 可是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可是内蒙 内蒙很冷的零下四度我当时记得 对 但是其实我挺想说两句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嘛 我先不提最后票房会怎么样啊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就是付出一点辛苦是应该的一件事情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去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拍的一部电影 真心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明白明白明白 来我们这样吧 往我们的这边 然后中间然后再往右边我们都看一下 来我们收一下话筒吧 好 来跟这边可以来拿一下话筒给我们的几位单独拍照的时间 因为其实我们一会儿还会有这个大合影 所以现在如果老师觉得照片不够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在戏里头好像有一个特别的造型的手势 给你们自由的来发挥一下 给我们的媒体老师一些拍照的时间 你得在这儿 你得往右边因为往左边 你商量一下 我在这儿 好你们商量好了就可以 给我们的媒体老师一些拍照的时间 好一个往左一个往右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媒体 好先看中间方 对这里 这里 这边这里 对 对 欢乐 再欢乐一点 对 再欢乐一点 因为是我们这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电影 9月14号甩掉不开心 好左边的看一下 他在我们的媒体老师的方向 好左边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一点别的心意啊 全部都是同 特别老干部 反正来视察的感觉 好够了吗各位老师 刚才这位老师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没有了是不是 好我们接下来刚才也是感谢各位媒体老师的这个支持 所以也为了回馈他的热情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的礼物 我们四位主演每一位选一个现场的媒体老师来送一份我们赞助商提供的礼物 随机挑选吧 然后来一下话筒 随机挑选每一位依次来选一个现场的老师 然后我们送一下礼品 来景言先开始吧 随便挑 呼啥 我们先开始回来 一会儿 我之前拍戏的时候 好 一会儿 我今天拍戏的时候 你能够想说 这个话也有想说 今天能听得到了吗 唯唯唯 好了 听到了吧 对对对 是我之前拍戏的时候 我有滑板的戏 就练的时候就脚就崴到了受伤了 那你这么为了这场戏去练个滑板 因为我戏里面 我生活中就爱滑板 然后导演知道把这件东西加在戏里面了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边拍 边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这个不小心受伤了 谢谢 这位老师关心 我们俊枫先抽我来给你 诶行 俊枫先选一位 上哪抽啊 现场你随便挑 你觉得看着谁你觉得想送就给谁 送给下面老师礼物 对 送我们的老师如果有的也可以挥挥手吧 试一下 因为我们这样看是有点光线是看不太清楚 所以其实我想送给中间这位叔叔还是哥哥 叔叔 到底叔叔还是哥哥 哥哥 因为刚才这首哥哥一直让我们欢乐一点 欢乐一点 那我希望这个欢乐一点也能给我送给你 对 我们是官方的摄影老师 那就还不能送您是吧 送给我们的 他说也接受 那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那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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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谢谢您 我们的老师得上台领哦 那可是老师如果要 对不起 这炮走实在我们 那如果老师要是上台的话 谁给我们拍照啊 所以就放弃了 对不对 我们老师还单独再给他一份好不好 俊枫再送一个其他的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 我们的嘉宾 来 再挑一个 我这个那个姑娘吧 哪个姑娘 看到了 眼神对上了吗 这位女士 好 我们的欢迎这位 一直在挥手 好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来送上 Aktros即兴户外联名T恤一件 请我们的这位朋友一起来到台上和我们合影 来 在我们的俊枫跟小白之间吧 好 拿着我们的礼物一起拍一张照片 把我们的中间的这位摄影老师给你们拍一下 好 好 对对对对 好 看这些包 好 好 谢谢 先拿了礼物 要不然送一句我们的这个祝福给这部电影 有什么想说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 然后希望能够飘航答案 谢谢 几号上映 9月14号 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好 一看就是 一看就是真正的现场 对 哈哈 这一看就不是拖 好 来我们景言再 景言抽一位 选一位 好 好 好 选择 呼喊你的哪位 好 好 我们 这位美女来到台上 獲得的事情 我们的工作人呐拿一下 日本 获得TNA美白抗糖影赞助的 TNA美白抗糖影礼盒一份 来 对啊 这个 那就在 那就在我们这个景言跟 俊风之间来拍一下 我请 工作人拍一下照片 这个姿势以后成了 好 不好意思 哈哈 不要加信了好吗 OK 看一下中间的老师 好 好 好 这位美女是专门来支持景言的还是 支持景言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她 或是送她的电影 出这部电影 9月14号开始 天天爆满大麦 好 谢谢 收到你的祝福 谢谢 我们接下来 小白 再来选一位 小白 这儿 这儿 我学 这儿 刚刚提问你的 这里 刚才提问你 连她第一部影幕作品 都不知道你认识猴子起来 逗逼吗 就是你了 来 来 恭喜你 我们的这位 穿白衣服的美女 好 我们这位朋友获得的是由 莱莱商务女装提供的礼品一份 我们的工作人员 你刚才对谁说喜欢她 小白 好好好 okok 拿着来我们在小白跟俊风中间吧 拿着这份礼物来拍一张照片 你想怎么拍怎么拍都随随 哈哈哈哈哈哈 恭喜你获得商务食专业 哈哈哈 我们这位朋友是有 来专门支持 是媒体老师 好好好 是好拍完了吗 我们这位老师 到时候会给身边的朋友去推荐我们的这部电影吗 还好拍完了 还没拍 还要拍 okok 好了 我们再 要换一个姿势吗 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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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好朋友 这位朋友 你会到时候会邀请更多的朋友去到电影院去支持吗 是 所以 小白你要不要来个专访 然后我们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片上推这个稿子 所以你要我们多多去去宣传我们的这部电影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这位老师 谢谢支持 多多的去给我们发朋友圈发微博 也希望你能够号召更多的朋友 来我们最后 健雷再选一位还有最后的一位朋友 我 哎是全部都 我发现越到后面礼物越好越大了 谁啊 是我们抽的全部都是女生吗 看谁声音大好吗 还没有开始啊一辈 谁啊 来告诉你们今天是来支持谁的 我 你不要上来了 这位朋友现在我们的主动权在最新的人好不好 你要给我给我写他好不好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 谁 你 你 你吗 你吗 好 好吗 你支持谁呢 哎你上来了 谁支持我谁上了啊 说半天 那你支持的是 他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这个朋友支持的叫什么名字啊 不要再给我 OK 好谢谢支持赵建雷的这位朋友来我们 请工作人员拿上 你支持建雷你要不要站在建雷的旁边 然后我们请 在建雷的旁边啊 好 这样来显示你的诚意 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赞助方 植物医生提供的礼品一份 来 这个不容易很适合你啊 好 来看一下中间的媒体老师 那还是这个姿势啊 你们要不比个心吧之类的 比个心 对来比个心吧 换一下 显得大家 小白你是 应该不会吧 人是高级版的 进阶版 好 看一下我们的媒体老师 估计明天呢 头版头叫我们的 各位主创的花式 现场的姿势 好 我们来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 谢谢 拜拜 支持我的好帽 不要多说了 建雷很开心啊 有一个来支持自己的朋友 好接下来我们 刚才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礼物 其实这个电影9月14号 像他讲的说走就走 只不说再见会登陆影院 所以到时候呢 希望大家能够到 走进电影院去多多的为我们 支持宣传 接下来我们再请上导演 每个主创来两句跟大家推荐的话 希望大家9月14号走进影院 来导演再来到我们的舞台 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期待 对于我们这一部即将要登陆院线的电影 好导演先说吧 就是希望大家多支持吧 多支持年纪演员 我们非常不容易 然后希望 希望这个片子 能够取了一个不错的票房成绩 谢谢 是好 这是我们导演的期待 敬妍 我觉得这个片子 希望带你大家 可能每个人都有想走的旅行 比如说计划没有走的旅行 但看完这个片子 我觉得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 我会有一种 就是一个心肌 或者是陌生 或者是住外的生活 就是感受一种热血的青春 或者这种冲动 好明白 我们的靖峰 希望大家能够9月14号去影院看一看 没可能够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 还有那个时候 有一个冲动 想去做 却没有做成的冲动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些青年人 支持我们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俊峰 小白 好的 然后 好的 然后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去支持这部电影 不是 要看我们怎么在寒风中打啰嗦 怎么在寒风当中拍出夏天的戏 而是包含着这一腔的热血 去做自己最爱的事情 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好 谢谢小白 见雷 感谢这部戏 让我认识大家 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们 真心的希望这部戏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然后我们也是用我们的真心去演的这部戏 希望大家能够来看我们的电影 相约914 谢谢大家 好 相约914 我们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几位主创 然后呢我们的影院 代表来送一下大麦 祝我们9月14号这部电影说走就走这部说再见 我们也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票房成绩 到时候呢 口碑票房双丰收也在于各位的捧场和支持 我们来一起拍一下照片 好可以往中间靠一点 来往中间一点 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梅田老师 好 好 看一下中间 像刚才我们几位主创讲的这部电影其实融合了大家非常多的心血 一部非常诚意之作 希望到时候呢 今天在一会我们会手印完之后 会有观影 大家看完之后 如果喜欢的话 去帮我们多发一下网友圈微博去宣传一下 而且呢 在猫眼上面 也可以现在 在9月14号之前都可以点击想看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这部戏 好 可以了吗 好 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收一下大麦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所有的主创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一起来一个全场的大合影 我们接下来有请演员李志勇 阿娜 华文 王妍妍 还有北京三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制片人王岳飞 登峰影业股飞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继峰 北京威池克国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国华 一时影业北京公司董事长兼编剧 吴小五 我们可以往中间对各位来舞台上 往中间靠一点 还有我们的北京千里飞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岩 拉萨市政协副主席朱梅品 定军山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卓西 浙江普照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佟国强 民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佳音 还有我们四位品牌方的代表 来到我们的舞台一起来一张大合影 好 各位可以往中间靠一点 这样能拍一下吗 还是说我们要分成 好 这样我们分成两排 男生 对 可以男生靠前 稍微蹲一下我们的女演员和我们的几位嘉宾领导也可以站着 OK 大家觉得比较 往后一点 往后一点点 好 前面的几位男演员蹲一下 后面的我们可以往中间靠一点站 紧实一点 对 好 好 OK吗 来 来都看正前方 这边安归 笑容 这里 对 笑容 对 这边 欢乐 这里 好 甩掉不开心9月14号 也像这部电影当中 希望能够带给更多朋友开心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的媒体老师拍下这个时刻 好 OK了吗 好 最后我们和全场的观众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 好 来我们可以背对就这样在舞台上背对我们所有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然后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媒体老师最后拍一张我们的全场大合影 我们就要去 那就要开始观影了 好我们加快一点时间 就是各位演员站下来站这个前面 我们可以往中间对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往中间 往前面靠一点 大家一起拍一张全场大合照 对 大家在现场也可以把自己的手机的手电灯光拿出来 然后我们现场一起来拍一下这张全场大合照 大家带着手机可以把灯光 拿来打开我们一起拍一下这张全场大合照 希望各位朋友都可以往前往中间靠一点 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我们的演员们一起来拍一下这张全场大合照 再往后一点 好往中间靠一点 OK吗 我们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actors 即兴户外冠名赞助 日本TNA美白 抗糖瘾 植物医生 护肤品 及莉莉商人女装 联合赞助举办的 说走就走之 不说再见 甩掉不开心的手印礼 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要结束了 所以非常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可以往中间靠一点